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宽快兴归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描迪胜 这是台湾人民 愿无成功描迪胜 所以师父也是从讲道里面来看大家的反应 那么说到我们自己的反应 有对人 对事 对物 还有对自己的反应 对人就是人家对你怎么说或对你怎么做 你自己的反应怎么样 所以从修经养性里面 师父常常要我们 要慈悲 要体念 要为人着想 要服务人家 这八正道里面他讲得很清楚 如果说对事情的反应 那就是占卜 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时候 占卜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如果你想到要怎么去解决 那认为说没有把握 那可能要占卜一下看天意 因为这个《易经》占卜里面 确实可以告诉你天意 然后你再考量看看 你适合不适合 你适合不适合 或者透过师父 或者是透过各位法师来指点 因为自己会有盲点 有想不到的地方 所以这一种反应是对事情的反应 对物的反应 就是现在所讲的不要杀生 要宽容 要体验大自然 要顺从天道 要顺从大自然的 这个就是顺天应人 这是对万物的反应 那么对自己的反应呢 你自己要经常反省自己 所以师父也常常讲 要忏悔 要反省 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过错 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 这个就是对自己的反省 那么这四种之外 你这个反应 如果说是 还是不是很清楚 没有关系 你继续再思考 或者是再想一想 自然就会水落石出 所以有些人 他的反应比较快 就举一反三 有些人他就没办法 他就是举三也反不了一 所以这个没有关系 每一个人的天性不一样 你只要诚恳地继续做 别人对你怎么讲 你没有反应 或者是你对别人讲 人家没有反应 好像对牛弹琴一样 这个也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一般反应的原则 那么我最后才来讲 这一本书 鬼骨子这本书 反应有归纳成几个原则 因为这个原则很枯燥 所以刚刚我在讲案的里面 已经大致把这些原则 包含在里面了 第一点 反应篇里面就是说 如果别人家对你有所讲话 或不讲话 你的反应 你不是很了解对方的意思 那你就再问清楚 或者是说你在讲话的人 看对方的反应不清楚 没有什么反应 那你可以再举例 举一些例子 让他知道 到他明白为止 因为他这本书 主要是在对帝王 或者是对有权利的人 去怎么样去说服他 那现在我们是用在生活上 就不一样 就不需要用得那么深入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用在生活上 去了解你的家庭 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 那第二点 如果说 对方不讲话 也有些人就生信 你再怎么讲 我就是不回应 不讲 那怎么办呢 你实在想要了解他的态度 看赞成不赞成 或这件事情 怎么做 或者是他做了些什么 那你就可以用 反语或钓语 就是把他 钓出他心中的话 怎么钓呢 你可以旁敲侧击 比如说 你想要知道 他今天去了哪里 可以讲说 今天天气很好 看看他有没有反应 他有没有说 他要 是啊 今天怎么样 他去哪里 如果他不讲 那你也可以再说 我好像在街上碰到你 看见你 从哪里去 他如果说 没有 我没有啊 我没有去哪里 我去哪里啊 好像有时候 我们对孩子 会这样子讲 其实是就在掉了 看了究竟他去哪里 他说了些什么 那有时候用反语 比如说我是想 希望你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又不愿意 直接跟你讲 那我就会讲说 你最好不要去做 以你的个性 你的能力 你大概也没办法 就是激将法 然后他可能就说 这个我做得到 我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一定念书给你看 这个就是激将法 也就是反语 你本来是要给他的 本来是要跟他拿的 现在反而你先给他 先与后取 这就是反语 反面的话 那么如果这些都谈了 但是你自己本身又 没有一定的原则 比如说你跟孩子讲话 一会儿说你这个可以做 一会儿那个说不可以做 回过头来又说这个可以做 你自己没有个先定的 这个内心的决定 那对方也听得雾煞煞 不晓得说你究竟要赞成我做 还是不赞成我做 所以你自己先要有决定 我的立场是怎么样 尤其是对小孩子的时候 你自己的立场要先坚定 然后你讲话的时候 就可以有变化 像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在用的 鬼骨子只不过是把它用文字写出来 变成一个很有系统的东西 所以你只要看了你就知道 平常这些我也都在用 比如说他所讲的 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那么每一个人的知性不一样 那你就不同的办法 那反应的情况也是这样 所以你要知己知彼 你要知道你小孩子的心性 你要知道对方的脾气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 大概对方会反应怎样 那你当然要了解你自己 某一方面行不行 某一方面怎么样 才能够知己知彼 是不是我讲的太多了 我想应该再留一个余地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讲 谢谢 师父的成道之前 成道之后的很多故事 大概他都在平常跟大家讲的很多 大家都听过很多次 那么这个缓映片在现实社会里头 当然都很容易被了解 像比如说各位 你在打个盾 打个盾 在表面上来看 也许说你在休息 或者说注意力没有集中 但是在某些时候 就像我刚刚进中门的时候 我去参加仙佛师的一个法会 那么我还直服 那么后面有一位我们中门的一个 在中门的志工 他非常的自以为他服务很多 所以他知道很多 然后我在前面这里 我是听着我在欣赏人家的诵经 那个经的调跟那个内容 我是我不看那个 不像一页一页在翻说念到哪里 我是很安静地在听的 他就认为说 好像我没有听懂 或者是我没有 他来帮我翻页 他来帮我翻页 那么他看我都没有反应 因为我不以为说 他需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没有反应 后来你知道吗 他后来就都不理我了 我虽然说在中门里头 似乎也对我非常的礼遇 对我跟皇家的时候 是常常吊在嘴巴上 但是我们的这位年轻的 在山上的一个男生志工 他就不理我 我很少在中门里头 有人不理我的 几乎没有 我到哪个中门 到哪一个道场里头去 大家都很欢迎的 严重法师 是不是这样子 我想他们两位都保留了 后面都还带序 还带序 我们因为时间也的确时间关系 黄国卫 黄校长 你光看这个题目 哎哟 禅修 顿超凡胜 你一看一看 这个对我们的多重要 你这个成圣 这一顿就有 这个顿就是inside 就是顿悟 在学习的理论上 有各种理论 但是最著名的 我认为就两个 一个是刺激反应论 有刺激 有反应 有刺激反应 刺激跟反应 连接起来 就变成一个理想的结果 但是另外一个 德国的心理学家 他们特别强调的叫inside 就是要顿悟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想想什么叫不通 不通 有时候一点就通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黄校长能够 把我们点通 把我们从凡人的 点到这个所谓的圣人 这个阶层里头去 好不好 我们请黄校长 杨会长 我们众立道场的 言荣法师 各位主讲人 各位同修 因为是最后 跟各位报告 所以大家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各位大家好 因为大家已经做了很久了 你们的定力比我高 我一直在挪动 像毛毛冲一样 因为做久了 这个臀部 会有种发麻 所以我现在先 请各位呢 打一个八段井的第一招 坐着不要动 吸气的时候 从涌前去 你的两脚不是有涌前去吗 有 对不对 然后往上拉 拉到上面 有没有 下来 好 可以了 谢谢 谢谢杨会长 这个八段井的很重要 从宋朝一直是延伸给我们的云云众生 刚刚我们方教授说是初四学 对不对 那就是养心修信 这个养心修信的办法很重要 你要有健康的身体 然后才能够养心修信 所以很重要 你在健康的时候 你要这个八段井是两手 脱天 里三胶 有没有 里三胶 这喉咙上面是上胶 喉咙到肚脐是中胶 肚脐底下就下胶 在你一一拉的时候 我们年纪大的 你就会弯腰头背 就慢慢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每天早上只要拉 拉 然后你的身高就不会倒缩 这是第一个 先跟各位再这样活动一下 刚刚我们杨飞长跟各位报告的时候 怎么去 顿雾呢 这个很重要 他跟各位报告的一个英文字 阴晒 阴 往内 晒 里面看 不要看外面的 不要被静转 这样了解吧 你们我们是云云众生 周遭看到我们延龙法师 我好喜欢他哦 那怎么办呢 他感觉手撇着 不要看我 对不对 这个时候不要被静转 中立道场是客家 大概是一半以上吧 我是客家人 我是苗栗的 所以我亲自 要谢谢我们的杨飞长 因为最近我有很多的 修行的障碍 我内人生病 过病在床 已经很多年 每天我都会去医院去跟他请安 老婆啊 有没有听到熟悉的声音啊 有没有一个傻大哥又来了 拜托 你不要闭目养神 我就轻轻的大他的耳边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是不是杨小禅啊 不是 他就眼睛睁开嘛 慢慢跟他啰嗦了 慢慢睁开 你偷偷地瞄我 我就这样逗他 所以我们的汉父呢 就说 黄教授啊 你真是有一点功夫 我没办法认啊 对不对 结婚52年 这么这么样 他帮助我们皇家 无怨无悔 所以这个现在呢 我就能够尽一些心力 给他做某些的费亏 所以这个很重要 阴晒 往里面看 外面的近随之而走 在报告之前 我们的张燕长说 空性是什么 大哉问了 我不敢费答他 他说金刚精灵 看了没有 我是看了 反复地看 反复看了 突然哦的一声 哦 应该是往内看 而不是往外看 因为我们是在空 99%是空 到最后呢 我们赚的钱 赢得的名声跟权力 全部都是空 所以那天 我自己到餐厅里面去 靠散自己 他说 那个老板应该说 黄老师 你要吃什么 你说 推荐 牛小排 一碗热汤 我说还有什么 哦 还有乳酪 完了个甜点 我说 我们不能吃太甜的 年纪大了 没关系 我不会给你加 只有原味 所以吃完了以后呢 心放一醒 但很重要哦 刚刚 红彦 禅师 叮嚀我们 有没有 他说是 提到要 闭关 闭是什么 闭掉 所有的烦恼 挂爱 执着 不要被这个禁 缠住 就闭 所以你到 清净的地方 然后呢 关 干到哪里 关到 智慧所在 这个很重要哦 所以是 往内看 当你往内看的时候呢 很明显的 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 我们师父 叮叮我们要 当下 金刚经不是讲了吗 无过期心 无现在心 无未来心 有什么心 就是当下 把握 此时此刻 你去看那个 当下是什么了 英国的 刚刚去年 去世的 Steven Hawking 他做了一个研究呢 他说 当下是什么 这不是 快速 转吗 撞 撞出来以后是什么 当下是 10的 负 43 Second 你看 10的 后面有43个 分之一 所以 当我跟各位报告的时候 当下就没有了 很重要哦 请各位 师兄师姐 你一定要把握 只有当下 你不要说 杨会长好棒哦 杨会长 嘿嘿 他只有当下 所以我一定要谢谢 我们的 黄春之教授 因为我自己 有一点困难 所以跟他请求 经过他的允许 所以特别今天 跟各位报告 所以这个很重要哦 当下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呢 很明显的 你在生长的过程 一定有经历过 三个重要的过程 我们的 吴部长说是 Maslow的 希求理论 对不对 有生理的 希求 有 这个 安全的希求 有 社交 隶属的希求 然后尊重的希求 到 自我实现的希求 但我把它 简单的归内 只有三大类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 第一个 是 生存的希求 这个生存的希求 你看 纲要 但很明显的 你一定要 安顿自己 你就是 要很重要的 看底下的 安顿自己的时候呢 是 了解自己 然后是 认识环境 了解职场 开言截流 那这样的话呢 生活所需 都可以解决了 对不对 那就很明显的 要懂得 怎么去养生 怎么样去跟 折交 等等各方面 我就不再 赘述了 好不好 好 第二个呢 很重要的 那是生活的领域 生活的领域的话呢 是 佛教说的 诸欧莫作 众善奉行 但最重要的是 最后一句话 自尽其意 就是要做到 三轮体空 你做话呢 就是 船过水 了无痕 没事 你不要说 他帮我忙 那我感恩一心 要勇以图报 嘿嘿 你就被抓住了 这样了解吧 要 自尽其意呢 就是 不依法 不依任何东西 而不施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很明显的 已经做到了 生活的领域 那怎么办呢 着重让安逝 让自己的生活 非常的舒适 第三个层面 那这安逝里面呢 就请各位看 我都是用字 我都很小心 这是我个人心得 但不见得是 很适合各位 他说是 以注意什么呢 简单自足 第二个 工作跟休闲 力求平衡 第三个 确实做到 自足跟自重 做真正的自己 第四个 力求力化 简碳 繁保的清贫生活 那现在有人提出 是要 富贫生活 我相信再度过一次 富贫生活 第四个 要开心 变成生活习惯 每天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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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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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也没事 那这样的话 很重要的话呢 每天睡饱 更主要的是要 喝温开水 尤其是年纪大了 四十岁以上的话 一定要喝温开水 你喝冰开水的话呢 把你的心血管 心 抓住了 让你呢 会非常地不舒服 更重要的是 吃喝 各方面呢 都是要 吃一个鸡蛋 吃八分饱 每天至少吃一三次 吃五股米三次 今天谢谢 年龙法师 他给我五米笔 好大碗 所以我们就跟 张教授的分 一半一半 那这很重要的是 每天至少 健行三十分钟 那如果你这样做到了 这个 生活的安适 大概可以做得到 这是我个人的心得 给各位做参考 那最重要的是后面的 生命的暗定 那我这个地方 特别用因 应该 应该注意到什么呢 第一个是 正物自心 失自本心 见自本心 这是六祖坛经里面提到的 你如果没有先了解是什么 是自心的吧 刚刚 福炎禅师不是这个 自信本身既足 对不对 在座各位 每个人都有自心 每个人都有佛性 每个人都有本心 如果你没有去了解 往里面看 你问不 每个人都有一个良心 这个良心跟天心 宇宙的天心 是相呼应的 这样你问你自己 那你做到的话呢 很明显的 所以 失自本心 见自本性 我都用自 自己的 那第二个是活在当下 那后面的地方呢 那是世主 道姓法师 游山湾水 一看到 看到法龙禅师 他说 这里有没有修行人 那个寺庙的 我们都是修行人 不是不是 他说有一个修行人 沪山有一个懒龙 法龙老和尚 在那边 然后就走进去了 走进去了 看到很多福报 道姓法师就 法龙禅师 抬头一看 你也怕 这个时候呢 很明显 那有没有可以 跟你聊天的地方 都有在后面 走进去了以后呢 道姓法师就在 石板凳下 写一个佛 法龙老夫 法师呢 一看到佛 他不敢做 他说 你也怕 那这个呢 就很明显的 我就把它操入下来 一直在我日常生活之中 就是 任心自在 莫作观心 宜莫成心 莫其贪嗔 莫怀处力 荡荡无碍 任意中恒 不做诸善 不做诸儿 行住 作 触目 欲言 总是 自信之妙用 快乐无忧 这是 道姓 法师说 我就交给你了 好自为之 他就这样 他说 走了 再见了 这个事就是叫 法龙侯尚 往里面走 这个时候你再去看 景德传东路里面的 法龙老后上的那个 语言的过程 你一定很清清楚楚 这是台湾的命 愿不成功妙的生 底下 这个是自然的安住在明光之中 安住如婴儿般的天真 就像婴儿般 感受事物的方式 你看小孩子 都是玩 哈哈哈哈 又笑 然后又哭 那这个时候呢 我跟我的外孙 视讯的时候 嘿 William 来 跟外国说好 不要 我不要洗澡 哎呦 他冒出中文 我问我的女儿 他怎么 简单的一记冒出来 他说 洗完澡 就要上床睡觉了 他说 他不要洗澡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没有 婴儿的处理事物的方式 很重要的 要安住如无波的大海 安住如灯烟般的清明 安住如厮守 没有我执 安住如大伤之不动 你常常你就问你自己 有没有做到这个境界 有一次 我到佛罗里达 那大人有说 哎 要不要看那个 海明威的顾忌 都是Key West 开车 看到那边的以后呢 到那个地方 恰好是外海 没有浪 我说 哇 这叫无波的大海吧 你知道 总算 你给我新龙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看看 把烟供的东西拿出来 烧热香 跟所有诸佛菩萨顶礼 这就是无波的大海 那大三字不动 那意思就是不被进转 这个你一定要在修行的功夫里面 努力地自己做到 好 第四点 体空离戏 是法身心 性 显现 那就是 报声明 无子无量的发声力 这个就是 至高的真实相 那这个呢 就是六祖堂经里面 常常提到这个地方 那你怎么去做呢 所以我简单地 就跟底下 生命 都行 行动 三根本 有人是说是 确实 执行 那我用都行呢 就是 一定认真的 做到这个三根本 行动的三根本 那怎么呢 己所投足 无异一人 戒之莫行 开口动舌 无异一人 戒之莫言 起心动焉 无异一人 戒之莫想 所以 我很谢谢 江志行长 帮我画了一个 笑脸 这个笑脸的话 我非常谢谢他 面带微笑 笑看这个梦犯人生 金刚经里面讲说 一切有违法 梦方抱有 如露鱼如电 因作而事观 对不对 敬祝各位 一切顿悟 往里面看 谢谢各位 我们平常在沟通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把我们很熟悉的东西 我们很内化的东西 就这样子讲给别人听 我们听的人 也好像都很努力的在点头 我中间插一段 在民国67年的时候 我跟黄校长 我们同样在同时 在一个地方 这些人都后来有的当部长 有的当校长 有的都很多 我们在一个场合里头 有一个短时间的 所谓参加受训 我们的受训的性质很特别 那么结果 我们就这样子 大家再上课 有的来主讲的人 讲的哲学 讲的很多 很多很高层次的内容 那么尤其是在中午 一点半起来要上课 那么很多人们的教都也还没睡 也没睡不好 那么大家一直到 中午吃的饱 就变成有时候很容易打瞌睡 很多人就也就很自然的 就打起蹲来 那么坐在最前面的一个人 就像刚刚原祖法师一样子 那么坐最前面 结果他厉害到什么程度 他明明是在打瞌睡 但是他眼睛闭着 鼻手都还在画 鼻都还在画 看起来就很认真 在做笔记的样子 结果 现在又问他说 你怎么那么厉害 只有好像看起来很多人都在打盹 怎么只有你还认真地是在做笔记 他说我跟你们一样 我也在打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会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 可是你们都不知道 他多么的内在的修行 而且是刚刚所做的工作 每天早上在差不多五点钟左右 在正大的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八角亭 我底下就是球场 他要么是早早就走拉一大圈 然后也是在那个八角亭那边练功 然后他所说的就是他事上他都做到了 包括到他在医院 他的夫人也是正大的心理系的一个教授 这个卧病在床 已经有几年了 十年 六年 就是卧病在 他每天我要找他做什么事 或者是有的时候要想安慰他一下 把他放轻松一下 都还得提早 跟他 他是要去医院把工作做完 去看他夫人 然后是照顾他 照料他 换进来能够换起他的脑筋的这种活化 身体也能够给他翻身 可以给他活化他的身体 他这里所说的 事实上就是他已经 长年来修行 什么养性所做的这些功夫 他今天是特别现身做法 我们听起来好像也懂得一点点 但是事实上我们都还 对他来说的话 我们都还没有入门 你下次再帮我们带进去 现在大家都还在门口而已 下次再带进去一点 我们也留着 也一样的 他们都留伏笔 后面都还可以再讲 我们谢谢 谢谢黄教授 你看他今天之所以能够来 事实上他跟黄教授换对换时间 他是生怕说他后面的时间 不方便用 因为他要照顾他夫人 所以今天是他特别能够拨时间来 我们特别谢谢 我们言荣法师 言荣法师 我们就请他报告一点 等于说让我们借鉴 他怎么样子进入这个中门 怎么样子跟师父结言 到底做了些什么样的功夫 学到了些什么 他现在有什么样的成长的 这整个心路历程 就是我们现在把时间 交给言荣法师 言荣法师谢谢 谢谢 这些台湾一面 言荣法师公妙一生 杨阳院长还有我们的都是校长跟院长 还有部长来的 所以说我在这里有点紧张 当然有事还好 因为我们也 其实我们见过部长院长 他们其实见过很多次了 只是说没有生坛 因为每次都是觉得 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在前面 我们就在旁边看着 今天就坐在旁边 现在就比较认识 其实每一位我们都看过好几次 就是说没有很生坛 今天很开心 我们的师兄师姐也很多人有来 院长也有讲说 你讲讲我们的心路历程 我们进来这个中门的经过 其实我来中门好像也水到渠成 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我们已经讲的什么 那个什么我们的命挂里面的 什么子孙姚慈士的关系 连师父都知道 每次看到我的时候就说 因为我是什么命挂的 子孙姚慈士又妄想 动摇回头生 所以说那我从年轻的时候 我三十几岁 第一次看到广青老和尚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第一天看到我 就说我帮你皈依好不好 就单独帮我皈依了 你知道吗 结果很多人就说 我们都好难得见到广青老和尚 你怎么看得到 我说我不知道 就是我朋友带我去 第一次进入所谓的佛门 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 什么叫做道教 佛教 因为我们在乡下长大的孩子 只知道拜拜而已 有什么庙 有时候父母亲会带我们拜拜而已 后来就进入真式的佛教 那进入真式佛教呢 后来又碰到那个慈祭的正言法师 也是 我也是第一次就看到他了 这是我大嫂的引荐 他说有位女的法师 怎样怎样 他跟我讲了 那时候慈祭医院都还没干 他就说我带你去 找看一个女的法师 我想说什么女的法师 结果就是正言法师 还有后来就 当然那个新元法师那边 也都是很 我没有想到说要见 可是就见到面了 后来达赖老妈来的时候 后来我是因为学气功 就是那时候我碰到一个很好的气功师傅 他现在在纽西兰 真的他是看我们是像透明人一样 他就叫我们一气功 那后来我也因为 有原因也是进入中医 就去学清草药 针灸 拔罐 多学了 后来就最后学到气功 气功的时候 那个气功师傅是一个秘宗的 秘宗的老师 他又带我们进入皇教的秘宗 所以说他一向都走得还算顺利 那后来达赖老妈来台湾红华 我也说达赖老妈我也不认识他 要去看吗 因为太多人了 我们也不一定拿得到票 结果我到桃园去的时候 一位师姐说 胡老师你一定要去 我说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有票 还在那个很前面的优待票那边 又去见了达赖老妈 结果前两年 师傅带我们去到昆仑山 到了皇教宗师的中科巴师傅的出生地 我又回到那边去了 所以我去的时候我也觉得 似曾相似 后来那二十五年前 又看到我先生 这一件事其实是我先生 看到师傅在新生报的连载 就是风水学的奥秘 我先生回来了就说 有一位法师 那个叫做混元禅师 写的那个风水书很好 而且他会教人家 什么方法改进这样 普通的地理师 风水师不会教人 他只是说 我帮你改 你一个多少钱 我风暴多少就好了 可是师傅会把 大家有来学过 就会把各种的方法 叫我们改进 那我先生就跟我讲 讲了我就简报 就师傅写的那一篇简报 简了简了有一天就说 师傅要来台北开课 就说在招生要开课 我先生还蛮赞成我来上课的 可是很远 我住在桃园 师傅在五谷工业区那边开课 我说我怎么去 我先生说有那个公路局 以前是公路局嘛 我们社区门口又有车站 你知道吗 要坐到泰山 到新庄去再转车 我先生说那这样就很方便 就去 结果就进入我们的中门 所以我进入中门的时候 我是没有看过师傅的 我也没有听过他的声音 也没有看过他的人像 可是进来了 就进来了 就学习 姻缘也很好 经过三个月 现在大安寺的原德法师 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师姐师姐 你要不要来做义工 我说好啊 那做什么义工 去了他才告诉我 师傅给你照顾 所以说他喝茶 什么讲座上面 你都帮忙做 那时候还有个工作 就是要滚什么 四神汤 我们的师姐就知道 要滚四神汤 我每次去 以前 前一天晚上就把四神汤滚好 后来过了一个多月 大凡师开课 大凡师又没有人做义工 原德法师又打电话跟我说 那大凡师没有人 你要不要来做义工 我又去了 所以大凡师跟大安寺 我都服务了将近十年以上 就照顾 那也很好啊 为什么 师傅在上课 我就在旁边听课 所以我二届三届 甚至到五届八届 我都在听课 所以我听了很多课 也免费的呢 那后来呢 就有一天就说 要什么 师傅说开始要请各位师兄师姐 出来开课 那时候其实我也不敢 我们不敢 那时候那个 我们有二十几位讲师 就说你们抽签 看你们要去哪个 你们有缘的地方 有缘的地方 那后来 各种因缘 我是最后一个到 去筹签的 剩下中立 没有人要 他们说因为中立是客家人啊 没人敢去啊 那我 就说 很缘的啦 很缘的啦 那我客家人你知道 他说 那你是客家人 你就要去这样子 那我就来这边 就到中立这边 开始找地方开课 开了两年以后 袁道法师又念我 他说 你都没有听话 我说 我很听话 为什么我没听话 他说 你应该去买道场啦 我说我的眼睛这么大 绿楼 买道场 我家有好大楼 我还有道场 买钱啊 我的钱会对来 这样